王洪威表示 他接获爆料 今年二三月期间 全台各地检查部门联合侦办一起 针对诈骗集团的案件 该诈骗集团有一批专用律师 当中有律师涉嫌违规 将法院市政资料拍下 共享给诈骗集团 让其知道如何规避 民进党民代吴思瑶的律师黄耕宏 不但是涉案律师之一 而且被检方列为诈骗集团主嫌 请问吴思瑶 你跟这位诈团律师黄耕宏 是什么样的关系 你是不是应该对外说清楚 讲明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直言 资料显示 黄耕宏不但过去支持吴思瑶 更是打着所谓正义律师 挺正能量民代的名号 在路口帮吴思瑶败票 甚至在吴思瑶民代胜选庆功宴上 黄耕宏都是座上嘉宾 如今被列为诈骗集团主嫌 黄耕宏还算正义律师吗 吴思瑶还叫正能量民代吗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跟诈团有这么多奇奇怪怪 千丝万语的关系 不要在选宇的时候 庆功的时候笑呵呵 出事的时候呢 就一块很快的去做切割 撒开 为何 atri